6. 明報 財會通過公佈加薪今起審創科局 2015年7月18日港民A04明報專訊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繼續審議民生議題撥款 通過公務員加薪、10億元回收基金等 財委會今日續開4小時會議 審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撥款 但了通過機會甚未 議員質疑額外加0.5點原因財委會作先審議公務員加薪 今次在中、低層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結果上 在額外加薪0.5百分點 多名議員關注當局加薪是基於什麼準則 政府提出的一男子因素比重等 工業 2. 議員林大輝質疑 行會拍板加薪 究竟如何考慮六項因素的先後等 民主黨主席劉維興關注 是否因過去一年公務員要推銷正改工作辛苦 而額外加薪 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說 加薪是考慮整體因素 包括公務員士氣、財政承擔等 討論近兩小時後 財委會以41票贊成通過 項會早前已提出 高級及首長級的公務員加薪福度為3.96% 中低級公務員加薪福度為4.62% 兩個級別加薪都相等於薪酬趨勢淨指標 再加0.5個百分點 回收基金被質疑行政費過高 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在等代表決時表明 約會議完成審議除創科局以外撥款項目 昨日便提早收工 今日在開會才討論創科局撥款 再成立回收基金的撥款上 民建聯陳克勤質疑行政費達1億元過高 民主黨胡志偉關注 當局是否有訂立回收量指標 以檢視回收基金的效益 環保署回應表示 由於每個申請項目都需要審查資料 基金有約8000萬元是行政費和監察費 其餘用於研究和推廣 在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和發展支援基金撥款 及支援建造業議會推出先度計劃的1億元的撥款上 可說是快速審議並通過 前者僅得4名建制派簡短提問 10分鐘便通過有關撥款 兩項議程上 被指使拉布的議員並無提問 會議提早如1小時結束 為了4個 2個 1小時結束 4個 3個 4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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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個